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吉他手怎样成就了一个时代? 鲍博迪伦,一个拥有沙哑嗓音和神秘微笑的男人, 如何用他的歌声和笔触,挑战了6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呢? 他的音乐不仅激发了反战和民权运动, 更是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音乐的方式。 从小在明尼苏达州的风吹草地中长大, 到赢得诺贝尔文学奖, 鲍博迪伦的故事是关于追梦、创新和坚持争我。 你准备好了解这位引游诗人是如何影响世界的吗? 让我们一起探索他的故事,感受他的音乐魅力。 短视频时长有限,订阅我,不迷路。 点击左下角关联链接观看完整版视频。